好来看到花莲市国风国中八年级的徐宇婷同学 之前远步巴黎嫩参加2023年第五届亚洲少年跆拳道竞标赛 在众多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 勇夺个人铜牌以及配对的铜牌 并在体育组长以及教练还有父亲的陪同之下 接受市长魏佳燕颁发奖学金表扬 花莲市国风国中八年级徐宇婷同学 今年六月参加亚洲少年跆拳道品势锦标赛 国家代表队选拔展现优异的速度 爆发力及强大的气势 在同组86名选手中 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花莲县 唯一获得品势国手资格的选手 那于婷其实在对打还有品势 其实两个都蛮突出的 算双七的选手 但是他现在就是在品势这边又特别突出 所以我们目前对于他的规划 就是希望他在品势这边可以继续的向上延伸 徐宇婷同学远赴黎巴嫩 参加2023第五届亚洲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在众多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 一举拿下个人银牌及配对铜牌的成绩 日前在体育组长周语店教练陈廖霞及爸爸的陪同下 接受市长维嘉燕颁发奖学金表扬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教练 还有学校 愿意培养我们的小选手 让我们的小选手能够到世界去为我们国家争光 那在这边花莲施工所也会积极的在未来 如果所有的学校跟一些运动员 有任何资源需要比较匮乏的地方 我们都会协助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运动员都留在花莲 市长维嘉燕表示 花莲有许多优秀的体育好手 需要众人的支持与鼓励 虽然施工所的预算有限 但仍然会持续与市民代表会 携手为孩子们提供舞台 也希望能有更多在地企业移住支援 让孩子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发挥所长 进而将优秀人才留在花莲 记者徐丽晴 花莲市报道